各位参加永恒转化与创新 民间社会里25周年中实验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 25周年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 台湾的实验教育能够在过去的这段期间不断萌芽茁壮 在场的各位都是功不可没 在此我想简短分享一段个人经验 也就是我进入自学的机缘 25年前也就是全球资讯网WiWeb 透过Nescape浏览器向全球普及的那一年 那一年我参加了410教改的游行 然后呢也参加了中小学科展 我做的题目是关于人工智慧 也就是让电脑去进行语义推论的这个题目 当时呢我们北镇国中的杜惠平校长 在我科展这个获得全国第一名之后 我们有过一次讨论 那校长觉得说他希望我还是继续使用这个保送的资格 继续呢争取好的大学 然后呢考个GRE啊之类 就可以去国外 就是我所喜欢的这些研究者的研究室工作 那他跟我说这样子一段期间 可能要10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呢我就可以全时的去投入我现在的兴趣 但是呢 杜校长没有想到WiWeb的普及 让人工智慧 认知科学等等的这些学们的朋友们 不需要在一个实体的空间 我在线上发现了一个社群 叫做archive.org arxiv 那这个社群到现在都还是存在 就是所有做这些尖端研究的朋友们的一个留言板 只是说在PTT上面 推的是回文嘛 po文嘛这些 但是呢在archive上面 大家推的是论文 这边就是各个不同的学者 去把自己发布在期刊之前 我们叫做preprint的这些档案 自由的放在所有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透过我们叫做开放 禁用open access 这样子的方式 让所有人都可以提出意见 那我就发现说 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 比起我们在archive上面看到的研究 也落后了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 我在看到了这些论文之后呢 我也会发现 里面可能有一些论点 我不禁同意 或者是我觉得 这样子的做法 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精进 所以呢我就都直接一一的写email 给这些教授们 隔着网路 大家也不知道我才14岁 也不知道我英文不是很好 要花很久的时间 才能够写出这封email 对于这些朋友来讲 他们也是刚刚发现 全球资讯网的存在 有人对他的研究题目感兴趣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开心 所以呢就有很多教授 会直接回信给我 甚至我记得 有一位Douglas Hofstadter教授 就是GEB的作者 甚至呢还会纠正 我使用的汉语拼音 结果他的中文拼音学的还比我好 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我就发现到 所有最崭新的知识 所有创新的过程 原来他并不是限制在既有的体制里面 而是在体制之间的一个新的空间 就是网继网路这个空间去发生 那么在我实际接触到这样子的工作 并且也跟一些有兴趣的朋友们 开始一起着手写一些作品之后 我就再次约了杜校长的时间 杜校长听我详细的说明了 我为什么想要离开学校的体制 然后全心投入在网路上这样子研究之后 他想了想就跟我说 好你从明天开始就不用再来我们北镇国民中学上课 那断考的时候呢来一下 我都交白卷嘛 因为当年是这个资源就学方案 不要拉低其他人的志愿 那除了断考之外 所有的时间那校长就帮我瞒着教育局 然后呢让我能够自由自在的 在各个不同的大学之间游走旁听 然后自己做研究 我现在回想当时如果校长不是那么的开明 如果他仔细考虑之后 跟我说我觉得按照我的经验 你还是乖乖的继续在体制里面继续念一阵子比较好 我说不定也会听校长的话 我说不定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快去投入创业的工作 但是就是因为校长认真的考虑到了 我们手上实际看到这个新的情况 所以呢他在体制里面撑开了空间 让我能够去用创新的方法来进行学习 当然在我实际创业之后不久 我就发现说我的知识体系 其实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缺陋 那我在人文上面 在哲学上面 在管理学上面 在贸易上面 在谈判上面等等 这些技术 这些知识都需要在一个许多同侪的共同讨论里面 才能够去深化 所以呢我又回到了大学 但是因为这次我在意的就完全不是文凭 所以说我跟教师跟老师们互动的方式 其实就是两个独立的研究者之间 共同在看一件问题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后来这样子的精神 我们也吸收到圣灵国教课纲里面 把它叫做自发的精神 也就是说一旦学生有了自己的一个问题意识之后 那么他的学习计划 在他的参与跟教师的参与 跟社会的参与中间 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样子的话 不管是在体制里面 还是体制外面 每个人都可以逐渐成为 自己自发学习的主人 最后感谢大家的聆听 也祝福这次研讨会圆满顺利 台湾的实验教育 更能够生生不息 谢谢大家